500毫升左右的热水 把上海的这些胶粉都加上 看看这样做出来会不会很浓稠 这是我之前呢用大量的胶粉和水冲出来的 我很庆幸我买的这个胶粉比较好用 你看这样倒出来跟胶水差不多 底部的这些跟高涼一样非常的厚 你看 一看见了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就底下这些好像没画好 罐子里面有一点酸酸的气息 油腰进行复杂的作泥之路了 首先呢加入一点根油 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高档的洗衣 呀 呀这个洗衣液它不是透明的 坏了坏了就这样吧 事已至此无需多言 静观其变 加入成型水 那这样做出来的泥会不会有一种珍珠的色泽 我是想把这个泥做的其后无比 所以我才把这个胶粉冲的这么浓 现在整体呈现一种碧蓝色 我刚才已经做了一盆泥了 录了上一个视频 我现在真的是精疲力尽 精疲力尽 你们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沙嚷的那个西红柿或者西瓜一样 因为有一些胶粉它没有泡开 它整体是真的是有一点含大量水边血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等它洗完泡以后会是什么德性 哇 这个味道真的挺香的 这个香粉我总觉得哪闻过 有点像那种大商场里边那种松柏香氛的味道 闻起来感觉帅帅的这个味道 帅帅的味道 你们懂得 都过去好几天了 这个胶体就是不会变透 没有那么成澈 还微微泛着点绿 这个边缘竟然已经干边了 确实是挺厚实的 因为这个胶粉的浓度实在是太高了 我后面又加了一些原液 还又倒了很多胶水 它现在还是有很多胶粉的颗粒没有化开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胶粉出不出来 甚至比很多市面上的那种很便宜的液体胶 都要好玩 胶体都要厚 而且也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放那个洗衣液放的 缺点就是不透 真的很厚实 有点像我之前玩的液体胶 稍微晒干了以后 晒干了沉没以后的那个状态 我昨天听了外面打妆机 在那儿细哗哗哗的 踢动胖浪的在那儿打呀 然后我就想怎么了 到了晚上一出门耗 然后外面露全都抛了 这泡泡都很厚实 昨天晚上回来 露口是查酒驾的 把我俩给查住了 只有他一吹 那个那个棒吹就在那儿喊 您喝酒了 您喝酒了 然后那个焦井的眼神就开始变了 晚上下面又下去之后又吹了两声 您喝酒了 但是实际上根本没喝酒 结果最后又吹了一下 又没事了啊 那个棒吹好像不是很灵敏 但也没吃什么会测出酒架的水果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是嘴里的牙垢发掉了吗 拉上来的这个泡泡的范围很小 然后 我们被拦他在那儿查酒驾的时候 后面有一辆车看到前面有查酒驾 立马掉头就跑 然后叫叫你站住 你给我站住 然后就上去开始追他了 我估计那人啊八成十喝酒了 不然他跑啥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焦井看到有那个人逃跑的一瞬间 我感觉他非常的兴奋 他的神情和动作都变得迅接了起来 捏着玩儿挺爽的 声音也挺清脆的 一会儿看看他 这样还能看着一些结块的东西 挺好玩的 就是这个胶粉没有化开之后啊 这样撑起来看 他这个胶体是非常的不平滑的 反而还有一种填充物的及时感 然后就是这样空气进去以后 感觉他是比较韧的 就是目测起泡量不会太大的那种交替 再一个原因是我的 我没有额外添加起泡液 我搅着还可以